沒有沒有 桃子姐真的是很懂十四根 新節目全明星辯論會 二十二日舉辦記者會 桃晶瑩 葉天倫導演 視網模黃豪平 陳芳宇等人都到場參加 而日前發生車禍的黃豪平 還原了當下的情況 真的讓人心疼 沒有沒有沒有啦 傷勢 不是殺勢 謝謝大家的關心 就那個意外 其實當下很緊張很害怕 那其實當下被撞的時候 覺得哇 太好了 有新聞了 就當時心裡面真的 第一時間的瞬間的想法是這樣子 可是真的到當天晚上的時候 因為就有人傳那個 行車紀錄器給我看 然後當天晚上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被撞的真實感 又真的回來了 就真的開始哭 也有點害怕 甚至在群組裡面 就跟我們黑隊的隊員們 就是討拍拍了一下下 但我覺得其實 真的來這個節目 我會發現說這個節目的衝擊 比殺死車還要驚人 真的 真的 對 這個 殺死車頂多就是讓我 一個晚上惡夢 這個節目讓我大概兩三個禮拜 都是惡夢的狀態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的可看性 應該衝擊力是非常厲害 妳看流很多 對啊 先淘汰妳 讓妳好好宣傳 沒有 感覺要在這節目生存 真的不太容易 第二個 什麼啊 什麼啊 那 這個 有 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